因为外貌生活不变 工作都找不到 却实现逆转的女孩 到底经历了什么 对于泰国女生派国来说 想要正常生活工作 是一件很难的事 刚出生时就没有下巴 牙齿也突出 这些年不光遭遇嘲讽 日常生活更困难 吃饭是煎熬 嚼不动食物啊 睡觉很难受 总打汗 雪上加霜的是 要实习的她 发现自己找不到工作 当时学酒店管理系 本想尽快就业 帮家里减轻负担 结果这个样子 一面试就被淘汰 看着备受打击的女儿 妈妈很心疼 但也实在凑不出钱 带她去治 母女一度崩溃的时候 听说了可以免费 帮有缺陷的人整形的节目 终于觉得生活有了希望 专家的分析 让她们的心终于定了下来 医生表示五官没有问题 初步建议做牙齿矫正 下巴手术 开眼角以及龙鼻等 她将被送到韩国 接受专业全面的变身 第一次离开家 第一次在陌生的环境 经历人生的重大改变 她不敢期待 也不敢想未来 到底会不会变好 毕竟这么多年 希望这个词太陌生了 痛苦的恢复期 她终于靠着思念家人 熬过来了 返回泰国后 她将再次站到舞台上 展示自己的变化 对于她来说 这不光是变得漂亮 重要的是 她终于能正常生活 正常吃饭 正常睡觉 为了重塑她的资讯 节目组 特意陪她回到了学校 在全班同学面前 展示全新的自己 与此同时 她也接到一些平面广告拍摄工作 可以补贴家用 生活终于正常又美好起来